在學校畢業以後呢 我充滿了信心 我知道我一定會成功的 不過那時候畢業之後呢 入行十年 我聽到最多的就是兩句話 第一就是 你好 對啊 每天開工的時候我們打交呼 對啊 不好算的話就你好 對啊 這挺好的 然後第二句就是 算了吧 你那麼醜 怎麼當演員 那時候我一直不明白 到後來我到TVB的時候呢 我看到我景安 看到展龐 看到千仔 馬鳴 我終於了解 原來我跟他們看起來 是差不多了 只是比王祖蘭差一點點而已 而且外形不是最重要 你演戲的性還是最重要 好 好